为什么说创业就是卖故事 先讲故事后创业 猫屎咖啡就是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奇迹 所谓的猫屎咖啡产于印尼的苏门达拉群岛 那么它有非常美妙的传奇 说的是17世纪荷兰殖民者 把咖啡树苗第一次引入了印度尼西亚 这里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温和的气候 非常适合咖啡的生长 可是呢这个咖啡的产量却不高 后来呢人们发现当地有一种独有的野幼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像黄鼠狼那样的东西 他们喜欢胡棚里内去吃这些咖啡豆 偷了这些咖啡果之后就导致了咖啡的产量很低 但是有一天当地人发现这些野幼 他们拉出来的石里边那些咖啡豆并没有消化 清洗干净之后把它烹制成美味的咖啡 具有独特的野幼体的体内发酵后产生的现香 那么这种色香让咖啡发生了奇妙的口味的变化 一下子猫屎咖啡的故事传遍了整个印度尼西亚 中国有一个卖白酒的经销商的商人 他的事业发展到了瓶颈 他听说了猫屎咖啡的故事之后 就在中国注册了猫屎咖啡的商标 然后把这个故事传播变了大江南北 从此开始在中国开门店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等 到现在为止已经开了三百多家门店 这家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了 好品牌的背后都有一个生动的故事 先讲好故事再创业 就可以让你的品牌栩栩如生 消费者迷恋上了你的品牌 还愁产品卖不出去吗 人们为什么迷恋名牌 就是因为名牌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 想造进名牌就要成为讲故事的高手 罪魄打火机讲的就是一个产品的故事 那是一个打火机以美国勇士的故事 于是无数有英雄情节的男人 将罪魄打火机视为随身吉祥之物 LV讲的是一个财富的故事 那是一个小皮匠成为皇家专宠 进而被大众所拥戴的故事 于是无数渴望尊贵的人们为此一掷千金 李维牛仔裤在广告中讲述 穿着李维牛仔裤的性感的男人 与美女的故事 于是一柜里没有一条黎维牛仔裤 就不要和我们谈时尚 先讲故事后卖产品 你的产品和服务是什么 谁是你的消费者 你创造了什么价值 消费者的频次有多高 你如何持续的盈利 这就是故事营销的魅力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李光斗故事营销课